好痛饶你啊 起来吧 剑谱 还要小心 我终于等到你了 你干什么 我杀了你 还要小心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太后 快加油 紫太平 你把刀放下吧 紫太平 你把刀放下 你这个使不得 走 我杀了你 安住了 微臣就驾来迟 还请太后受罪 太后你无事吧 我杀了你 你方才献心丧了命 太后无事病好 竟然敢谋刺哀家 哀家倒要看看 谁有这么个好本事 是谁不想要命 太后 是为故人 这iander家 是为故人 极嫔 是你 能杀了你 我居然没能杀了你 就凭你这么点本事 不过是用蛮力伤人罢了 哀家若是折损在你 这么点小伎俩里 岂不是天王哀家也 刚才要不是他救了你 你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你 所以啊 哀家终究是太后 福德无量 逢凶化吉 贱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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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我住了冷宫 你不得好死 安静下 你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 太后 太后 吉太平在冷宫多年 他也是一时鬼迷了心窍 才行刺您的 你在冷宫待了这么久 还没有学乖啊 福家 重置了它 是 有奴婢在 不能脏了太后的眼 如意 你好好洗衣 留待来日吧 把他押到偏殿去 建峰 你不得好死 建峰 福家姑姑 你不得好死 您打算怎么处置吉太平 放开我 太后已经饶过他一次 放开我 只怕太后现在心里 正后悔当年不该留了他一条性命 放开我 您呢 就好好看着 就当是太后指点您呢 你不得好死 祝你方才吓死奴婢了 你就那么冲出去 那刀尖就离你那么近 万一真出什么事可怎么办 我怎么也没想到吉太平 会冲出来 不要命似的刺杀太后 是不是我害了吉太平啊 怎么会是主害了吉太平呢 咱们也没有想到 吉太平她会去行刺太后啊 也是 咱们只是将计就计 让太后知道 她身边有旁人的耳目 想要治咱们于死地 可是没想到 太后来了冷宫 吉太平却没命了 主儿 奴婢不知道吉太平和太后 有什么仇怨 但奴婢觉得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吉太平还是不管不顾 不要性命地去行刺太后 说不定 也是为了了她自己心底的仙怨吧 但愿吧 她行刺太后 反而让咱们救了太后 多了一份出去的指望 这世间的无常 却是让人意外 我的脚啊 我的脚啊 把吉太平送去河上坟了 承汉 送去慎行司 是 今天真的是好险啊 承汉公公受的 差点就是咱们的了 幸好主村会 察觉到了老大人过身的消息来的异样 那纸钱塞进来的也蹊跷 也料到了冷宫出世 太后一定会来 太后一定会来 如今皇上他们都在圆明园 掌势的只有太后 有人设下这个圈套 想利用太后取咱们的性命 就一定会想法子让太后来冷宫的呀 …… 这之前 收给阿玛吧 今天是她的围棋 下温 他 妈妈 你九泉之下保佑女儿 让女儿早点出了轮空吧